比如呢 比如说你能不能 比如说你能不能 让我亲一下这种 你要干什么 送你上班 我叫好车了 送你的 你又送我花干什么 我要追你 你这个人理解能力 是不是有问题啊 我就是很郑重地要追你 那麻烦你下次 做什么决定之前 能不能问一下别人 尊重一下别人的意见 征求一下对方 比如呢 比如说你能不能 比如说你能不能 让我亲一下这种 你这个人根本听不懂人话 我车到了 不要跟着我 好 所以 你是爱我的 是的 我也很爱你 这戏没发演了 各位 咱们这个剧 山岳赵归人 不是遇到瓶颈了吗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今天啊 我给你们 请来了一位贵人 师兄 师妹 你怎么在这儿 你怎么在 我来正式做一个介绍 这位就是著名的艺术总监 陈国志先生 咱们热烈地欢迎陈总监 加入我们西微剧团 鼓掌 各位团友大家好 免归姓陈 是大家新来的艺术总监 大家有没有听过 编程戏剧节 这次由我跟赵团 要带大家在编程戏剧节 一鸣惊人 可是只有三点时间 我们来得及吗 来得及 我们明天就出发 提前入戏彩排 我相信由赵团还有我 带领着大家一定可以 夺得冠军 好吗 好 好 好 加油 各位 今天为了欢迎陈总监加入 晚上我请客 旁边云翠楼 咱们现在就下班 别闹了 那个丽总今天 一块儿去 去 好 陈总监 来来来来 吃吃吃 好好好 团长你大出血啊 这是我来西渭 吃我最丰盛的一顿 这笔当初招待利索的规格 够了好几个等次 陈总监 别看这是一个小小的三文鱼 是这家店的招牌菜 是吗 那我试试 好吃 来 各位 预祝大家在我 还有赵团的带领下 可以帮剧团走向胜利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样围着我的 后来你来了 这在这在 现在 又来了这么个艺术总监 来来来来来来来 偷偷照顾 偷偷照顾 什么呀 你来西渭几年了 四年 我前几天看你们公演 那个反响特别好 那部戏叫做 立刻初恋 立刻初恋 这位是 这位就是 大名鼎鼎的云泰公司的创始人 厉腾厉总 给咱们西渭这儿 可是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啊 是吗 好 谢谢厉总对我们西渭的照顾 谢谢厉总对我们西渭的照顾 不用客气 照顾念初的剧团是应该的 应该的 你说他们两个没事吧 我怎么闻到一股火药味啊 我怎么闻到一股火药味啊 我都闻到味儿了啊 挂了 别别别 我有个事情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什么事啊 说 立腾 他现在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又是送我花 又是不让我跟师兄接触 我就只能躲在厕所给你打电话了 师兄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那个叫陈国志的 他现在在我们剧团 当艺术总监里 那不正好嘛 你不是想测试一下立腾吗 正好就 借这个师兄刺激一下他呀 你知道你们上一段 感情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吗 就是被立腾带了节奏 所以这次 恋爱的节奏 要掌握在自己手里 你要知道啊 轻易被得到的东西 是不会被珍惜的 我跟你说老手都算了 我们过两天要去边城 参加戏剧节 你要不要陪我一起啊 边城啊 边城好像有点远呢 你写网门在哪儿不都可以写吗 我在江浩家楼下 我这不是要攻克江心心吗 行行行 乔雨菲 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 我祝你啊 在小魔头那儿多吃点苦 你不用再陪我去边城了 再见 我陪你去啊 我陪你去啊 李先生 请你不要再跟着我了 我现在只想一心搞事业 没有时间谈感情 你和你的事业我都支持 谁啊 来 乔小姐 星星我来啦 你这是 我给星星买了点礼物 这是玩具 那个是零食 你看啊 这是魔法奇言 没用的 我是不会被收买的 哎呀 阿姨呢 这是一点心意 怎么叫收买呢 这几天呀 我就要和爸爸去边城过了 你就别瞎折腾了 星星 怎么跟阿姨说话呢 没礼貌 江小姐不好意思 既然这样你看 我能不能请几天假 毕竟有孩子要照顾 没关系啊 我们可以一起去啊 好